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尼共吊派1萬1千名軍警人員進駐 巴黎島機場 港口 各地布滿安檢哨 會議地點嚴格控管旅客及車輛進出 北海道通常每年5月拍賣高檔哈密瓜 成交價通常相當於一輛普通新車 今年拍賣的兩顆哈密瓜以160萬日元成交 義大利地震學家發現 iPhone用作改變螢幕方位的感應器 成功探測到規模達5級以上的地震 未來希望應用在探測實時地震波活動 以便在大地震時收集更多數據 新唐雅台電視整理報導 新唐雅台電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